在农村的很多院子里 人们常常可以看到大水缸 有的空着 也有的常年摆放在那里 看起来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 现代人对于这种水缸的理解 是作为摆设用 但是不知道它的背后 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门海 古代人盖房子 崇尚藏风聚气 得水为上 认为水能带来财富 因此那些被靠山面朝水的房子 被视为吉祥宝地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 可以选择在一山帮水的地方盖房子 因此就人为地创造了门海 也就是这些大水缸 摆放在院子中间 吸取运势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装饰房子 不过摆放这些门海 也有很大的讲究 老人们认为 活水才能够给人带来好运 所以常会在这些水缸里 养上金鱼或者睡帘 并且经常换水 让水缸充满生机 也给家里增添一些景致 其实门海不仅仅是农村院子里有 从前的大户人家里更多 而我国的故宫里 也有足足308口水缸 当然它的材质 也是有上好的青铜和刘金打造的 价值非凡 另外在民间的居家风水里 也有水能聚才的说法 所以人们就会特意地 在家里摆放门海 不过这些水缸的位置也不是随意摆设的 从前人们会根据家族成员的生辰八字 来确定水缸摆放的位置 以免触犯某些禁忌 因为一旦摆错了 非但不能招财 还会影响家中的运势 这些水缸的出现有很深的寓意 除了从风水的角度出发以外 还有一些实质性的作用 古代的房子大多数都是由木头建造而成的 发生火灾的几率比较大 而那时候人们在用水方面相当不方便 常常要到很远的地方调水 哪怕是富裕人家或者皇宫里也是一样 房子四周都不会有大量的水储存 为了避免发生火灾的时候 无水可用 门海也就出现在了古代人的家中 不管什么时候都储满了水 这样一来万一发生意外 就有备用的水源了 不过门海发展到如今 已不再具备这种作用 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装饰居家环境 而被人们收藏 在乡下很多老人甚至会用门海来做食用性的事情 比如腌制酸菜 甚至直接当水缸使用 有些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也会到乡下收购 运回来以后再稍作加工 在市场上还可以卖到不错的价格 原来这些看起来其貌不扬的水缸 背后还有这么多说法 不知道大家是否见过呢